昨日球星楊帶剛拍攝廣告 早就不是第一回 面對鏡頭 他也一向很有自信 不過這回代言棒球的手機遊戲 去從拍攝的宣傳影片 就有許多好笑的過程 讓男主角直呼好難得的經驗 而且只有帥氣的現身怎麼夠 記者會現場楊帶剛直接和球迷PK 看看誰比較厲害 結果這位粉絲可是一點都不給偶像 留情面 頻頻轟出全類打 讓右上彈簷 甘板下風 很少打全類打 所以那是難得打出全類打 打球也不容易 對 要動一下頭腦 怎麼去打 因為剛剛在裡面有練習過了 對 然後 當然 但是自己幫手工作比較得心一點 楊帶剛今年球季 揮述了二十五發全類打 加上跑出二十次的倒壘成功 是日本職棒最近三年來 第一位膽氣二十轟二十道的好手 展望全新球季 楊帶剛除了期待能夠幫助球隊 勇奪日本裔的冠軍 也希望自己的成績可以穩定成長 對 對手 對我瞭解 我瞭解對手 對之後就變成心理戰 所以每年每年都要做很多功課 然後要改自己的攻略這些 剛剛落幕的二十一U世界杯棒球錦標賽 在國內掀起另外一波棒球熱潮 冠軍戰的當天楊帶剛也在現場 小學弟的精彩表現 讓他豎起了大鬍子 球員與球星的差別在於明星選手的肩膀上有著更多責任 楊帶剛除了個人有棒球的獎學金之外 這回代言的遊戲廠商員工也捐出一日所得 和這位人氣球星一起響應公益 為臺灣的棒球盡一分心力 台北採訪報導 而言之下 學生與高校一座